就在今年的三月底,美国密西西比州遇到船厂中,一艘正在西庄的驱逐舰,遭到了一艘舶船的撞击,导致严重受损并且进水,这次撞船已经不是美国海军的头一回了。 虽然这次撞船和一芒不同的是在停泊状态下被撞,但是按照常理说,停泊的船更是不容易出事的,为何每天接连的遭遇撞伤? 这是值得细细思考的一个问题,当然也有专家表示,给中国上了一课,美国作为头号的海军大国,在全世界都拥有着无可逼你的影响力,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强大的大国海军,却频繁得出意外。 此次事故中受损最为严重的,就是布莱克驱逐舰,这艘舰原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正式交付于海军,不料却发生这么荒唐的一个事故,导致其服役计划比原本推迟了。 这艘驱逐舰是美海军唯一一款现役的驱逐舰,在美军水面火力打击中承担主力角色,该型号舰艇在防空方面采用宙斯盾系统,以及被动相控雷达,并结合MK411垂直发射系统,在作战方面更多的是往防空方面倾斜的。 此外还采用了四面向控阵雷达,也是世界上最先配置此雷达的舰艇,其武器的先进以及卓越的防空能力,一直以来备受美军青睐。 但是此次事故也有几个疑点,在发生连环碰撞的四艘船中,只有美国的这艘军舰受损,其他三艘军毫半未损,那么对于这个拥有着如此新进的预警系统的军舰来说,竟没有在第一时,先做出任何反应,并且也只是发生了渐渐相撞,连民用船都没有受损,为何军舰却被撞坏?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和美国近年来的军飞有关的,其军飞的减少,必然导致国防武器生产过程的不精细,以及军队装备是练水平的滞后,再加上近年来美国大大小小的各种事故可谓不断,索性的是这次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,但是这些问题,也是给美军方带来了警告。 也有专家分析,美国近年来的各种奇葩事故,是由于老兵的退役导致的,我们都知道,美方退役制度是直接新旧替划的,这就会导致有经验的老兵,直接被什么都不懂得新兵替划掉,见上的是兵缺乏经验。 而丁飞像中国一样,老兵带新兵,把新兵给彻彻底底带上的之后才会退役,这样就能保证基本的安全问题是不会发生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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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